很多人以为奇异果产自纽西兰 其实早在一万多年前 奇异果就已经出现在台湾的土地上了 台湾人真的很爱吃奇异果 一年可以吃掉三亿颗 但是本土的产量只占了市场的千分之一 而这个满怀理想的果农 一心想要种出属于台湾的奇异果品牌 他跑到山上做了一块地种奇异果 那个时候连地主都怀疑 这个孝敏给想法是不是太天真了 但是他不改心智 从无毒种植到找通路找出货 统统都靠自己 忙到经常是睡在车上 一直苦成到第六年 奇异果才终于有了稳定的收成 如今销售市场是打开了 越来越多的人也认识了台湾的奇异果品牌 回首那一干不敢回首的日子 他说只要在台湾的农业历史中 有留下过些什么 所有的汗水泪水都值得了 爬到尖石山上甩掉平地的灶热 微冷空气孕育着一群你想象不到的原住民 纽西兰有奇异果可能大概只有100出头年 那我们台湾有奇异果的话 应该一两万年有吧 这块土地还没有人类 这块土地就有奇异果 对 所以它是我们的原生物种 很多人都以为奇异果原产自纽西兰 没想到它比我们更早出现在这块土地上 它目前会是这样黄黄绿绿的 现在正在转色 持续进入中秋 是一年中最忙碌的修成季 这片果园就像图续帆的小孩 他亲手帮每颗奇异果穿上衣服 愿望很简单 只求虫啦 动物啦 来觅食的时候 能够手下留情 颜色很漂亮 它也有漸层的 很像彩虹 这个阳光这样照射 没错 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彩虹奇异果 孕育出如此美好果实的地方 是图续帆自己跑到新竹山上 告诉地主说 他要租下这块地 种台湾的奇异果 大家就觉得这种得起来吗 大家会投语怀疑啦 因为新的事物其实大家比较保守 在台北土生土长的图续帆 为了一元梦想 还直接搬到新竹恒山 每天得开弯弯曲曲的路 才能上到坚实的果园 下面就是原生种啊 上面就是我们要的商业品种 然后就把它去做嫁接 原生种一定是最适应环境嘛 那它对环境的适应力 一定是最强的 那它可以 它的根系也会比较 比较好 根系比较好的话 它可以提供比较充足的养分 大学跟研究所都念园艺系 毕业后又到多明尼家 去做农业技术指导 当年24岁的他 归国后怀着满腔热血 告诉爸妈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 要当全职农夫 我自己爸爸就说 你如果当初要种田 你干嘛读到硕士 你如果是种田的硕士的话 那阿嬷就是种田的博士 对 农业被认为说 是一个没有学问的行业 陀续凡想翻转农业刻板印象 他还选择了一条艰难异常的路 台湾人一年可以吃掉 三亿颗的奇异果 但是本土产量只占市场的千分之一 为什么我们对奇异果的印象就是酸呢 因为我们平常在吃的 都是比较深的奇异果 第一个他们要长途运输 那第二个就是 他们是想要长期供应 所以他们采下来的时候 他们就要做一个长期的储藏 储藏调节 跟进口奇异果相比 本土优势是可以大幅减少 运输的时间与成本 他坚持长到九分熟才愿意采收 但如此一来增加很大的风险 等到熟了开始可以吃的时候 动物会比你先知道 动物会比你先知道 然后越熟越好吃的时候 他们比你更清楚 那其实我们的损害跟我们的消耗 是非常非常多的 希望让大家吃到奇异果真正的味道 那再来就是我们想跟进口的奇异果 做出产品的区隔性 他下的赌注还包括坚持不撒农药与化肥 每年收成时就得跟时间赛跑 就是从采收到出货 到消费者手上 我们最短程度是两天 农产品的处理啊 就是只有更快 没有最快 对 因为农产品在采收的那一瞬间 就是它的价值高峰 大部分 就是我们的过去 所以你们是不是有在里面抓到过 蛮多的 松鼠老鼠啊 然后甚至连足迹都有 我最近为了要驱赶 就是或是下山腔跟山猪们 所以我都睡在车上 然后睡在果园里面 这是什么 山猪 真的假的 真的 昨天来的 这里有脚印啊 哪里 有耶 这一个 这边一个洞 这个是一个脚印 它们来就是 如果来啃我们奇异果 啃完之后它就是落果嘛 那落果我们只能尽快剪掉啊 我们只能收尸啊 不只动物很伤脑筋 农夫没有下班时间 更没有台风架 那时候刚好连续两年 连续两年都是暖冬加冷春 他不知道他自己到底要不要冒牙 所以他就决定不开花了 对 那一年的收成剩下多少 那一年差不多 就差不多两层三层而已 就觉得说天啊 是不是应该放弃 那时候甚至有这个念头 一直到第六年 图续凡种的奇异果 才有稳定收成 靠着吃老本 耕种蔬菜等短期作物 贴补家用 撑过前面的黑暗期 就觉得再撑一下 然后可能就会有转机 再撑一下可能就会有 嗯 就是可能明年的收成 可能就会更好 这是我们的分级包装厂跟仓库 兼 兼休息室 兼办公室 兼研发中心 兼打样中心 平常周间的时候都住在这边 周末的时候就回家 这条路比他想象的还要艰难 大部分时候都得靠自己 不只把奇异果种起来 送货找通路 也要一肩扛起 有几次真的是因为真的很累 所以开车睡着出车祸 大概发生三次左右吧 那所以我们常常开车开到 开到譬如说 真的觉得真的不行 你只要看到有闭车弯 或者比较宽敞的地方 其实几乎都睡过 不管是大通路 大通路、小通路都打呛 他打呛的原因在于说 我们没有办法做很长期的提供 那他也不确定说 消费者有没有办法愿意接受 所以他们都习惯性的打安全牌 对啊 我卖进口的 一样可以稳稳的卖 那我为什么我们要做尝试 爸爸虽然嘴上还是不赞成 儿子走这条路 但退休后搬到新竹山上 帮忙看头看尾 涂绪凡种奇异果第十一年了 目前新竹跟苗栗 总共种植五公顷 他还想推动小小的土地革命 那一段期夜菜类说 它的根甚至只有三公分而已 但是今天我们如果把它种果树 或是拿来种奇异果 它的根是可以到地下十公尺 我们如果用草生栽培 或是用生态的工法 就是对环境的负担 对环境的破坏相对是小的 涂绪凡用人生最精华的时光 走上这条孤单的道路 他始终没有放弃希望 把对台湾农业的理想 种进小小的奇异果当中 期盼有一天能够闪耀光芒 日文庚 夜市沲 夜市河 哪里 水 水 水